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光丰地区农会把上千人的建榫饗宴 改以上山采建榫体验来替代 吸引了两百多位大人小孩来报名参加 在农密的建筑林当中穿梭 反复上下深蹲动作来采榫 让很多家长吃不消 大叹采榫真的是不简单 不过小朋友们却说真是好玩又有趣 大家也体验到建榫农产业的辛苦 进而要力挺采购 坐上一件竹装饰的农运车上山来到建筑榫园 等候的部落农民以传统祭祀方式召告竹林 也祈求体验彩榫活动平安顺利 彩榫前的祭祀祭祀 也令参加的民众感受到了阿美族 尊主近山神的文化 由部落建筑农带领解说 参加的游客民众跟着进入建筑榫园里 穿梭在农密的建筑林间 寻找30公分以内的建筑 就已经十分困难了 身爬山坡地形脚踩拧拧农农地 还得如深蹲般的蹲下站起来采榫 不少家长纷纷投降 大探踩损工作不简单 不是我踩的 有人协助我踩的 有赞助商 对有赞助商帮我踩 很容易打滑 对然后要在山路之间爬来爬去 真的是 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要珍惜好好吃 对要珍惜之后我们要多买 身体力行 家长民众真正体验了 踩损的艰难与辛苦 知乎吃不消 不过小朋友反应却大不同 知乎好玩又有趣 超高兴的 以前有没有踩过建筑 完全没有 光丰地区农会 借着漫游建筑去的踩损体验 不仅让民众实际来到建筑农园 认识并了解建筑自然生态 部落建筑农也借此让大众深刻感受 建筑等部落传统的农作文化 满载而归 不管是坐农用搬运车上山 还是骑着单车 漫游建筑农园风光来踩损 大众实际体认到了谁知盘中损 口口皆辛苦 除了更加爱惜建筑农作物不浪费 进而以实际的购买行动 支持力挺部落农民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